故宫院长冯明珠指出,秦勇、秦文化与兵马俑特展筹划了三年之久,集结了故宫与甘肃省、陕西省两个秦文化最重要的文物发掘地所属的考古单位与博物馆精品文物,兼顾研究成果与可看性,是一场难得的文化盛宴。 陕西省文物交流协会副会长罗文立强调,过去秦勇文物曾三度来台展出,都受到台湾民众欢迎,这回第四度策展,规模更胜以往,不论从文物的等级与数量,以及跨越时间的长度都远超过历次展览,罗文立说。 它所反映的主题的时间跨度呢,比原来要长,它是完整地展现了秦,秦人最早从游牧到泽尔小国,一直到秦帝国,那么这个时间跨度有800年这样的一个历史,甚至从秦一直延伸到汉,也想表现出汉城秦制。 罗文立表示,这次展览完整呈现秦人从起源到盛世的考古记录,当中包含了甘肃马家园,及大宝山遗址与墓葬等珍贵考古发现,其中马家园出土的西戎贵族马车,说明了戎人受到秦文化影响所呈现的车马制作工艺水准,也在这次展览中,以复原的方式重新呈现在参观民众眼前,华丽无比。 其他展触文物,还包括一级文物金怪兽,陕西琴莫出土的金饼铁剑,玉语人戴翼神马,以及高级铠甲军力勇等兵马勇,相当精彩。 中央恐怖电台季节证招伦,台北三方报道。